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和西阿书的第六章 和西阿书的第六章比较短 总共有十一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主耶和华神的首约及百姓的背约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神界先知斥责以色列百姓 既浮浅又轻忽的悔改 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一节 以色列百姓背叛余神所立的约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所选的要节 是四节到六节 经文这样说 主说以法林纳 我可向你怎样行呢 犹大 我可向你怎样做呢 因为你们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肃散的甘露 因此 我借先知砍伐他们 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 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番祭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读了和西亚书前面的第五章 这章的内容是在讲 耶和华神借先知 斥责以色列家所犯下的猪般的恶行 深夜借先知宣告 必有刑罚和审判 临到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和西亚书的第六章 今天的经文 其中的信息是集中在讲 神的百姓并不是郑重的归向耶和华 他们向着神依然是有着被预约的行为 所以神就借先知 谴责他们被盗和作恶的行径 今天的经文不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节到六节 神的子民向着神的悔改敷衍浮浅 神愿意从百姓身上得到的 乃是他们有真正的良善 即喜爱认识神 而不是祭祀的礼仪或番祭的祭物 读到本章的第一段 当我们看到一节到三节的经文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三节的经文特别的美好 读起来很顺口 言辞也美丽 而且非常有盼望 能给人的心带来很强的鼓舞 经文是这样说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也必一致 他打伤我们也必偿过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重活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雀如成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这经文特别的美好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今天读经的时候 没有把这三节选为要节 你想不想知道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历来解经的人都认为 这三节经文是先知记录下来的百姓们所讲的话 也可能是祭司们向百姓所讲的话 那这三节出自于众民的口 而第四节以后 便是神借着先知 对他们所讲的话 所做的答复 这三节的经文 读上去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美好 但只要从第四节往后读 我们就会发现 神回应的话 在情绪的反应方面 与一节到三节不相协调 很显然 四节以后的经文 似乎不太支持一节到三节 经文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做一下说明 从总的来讲 这三节的经文就单节而言 所反映出来的 以色列民向着神的信仰听上去 并没有错谬 像是第一节说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也必藏过 这节经文反映出了 当时的以色列会众乐意归向神 他们还对神有着很强的信心 相信神虽然撕裂百姓 却必然医治他们 虽打伤他们 却必藏过他们 那第一节的话 明显是在回应五章的十四节 因为那里神向百姓声称 我必向以法林如狮子 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 我必撕裂而去 我要夺去 无人搭救 神虽然强烈地表达了 要惩治自己子民的意愿 可是在本章的第一节 就显示 神的百姓乐意向着神 有回归的行动 并且他们也仰望神的医治和禅国 这样的信心显然非常符合 以西节书第三十四章 十五节十六节所讲的 主耶和华神 必做自己百姓的好牧人 这一美好的预言和事实 大家可以去参考 以西节书第三十四章的第十六节 那里神曾应许到 吃上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藏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 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如果第一节我们读起来 人们听上去看上去 这期经文并没有什么不妥 那第二节就是在以往历史上读经的人 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的 经文中说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重活 有的读经的人认为本节所讲的 明显不太妥当 他们指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虽是表明了要归向耶和华 并且也相信从神那里能得到医治和残果 因为他们已经或将要被神撕裂和打伤 但是第二节反映出 百姓们乐观的相信 他们只要经过两天 神必会使他们苏醒 到了第三天 神就必使他们兴起 他们就在神面前得以重活了 以往那些认真读经的人会指出 这里所讲的两天和第三天 反映了百姓生命当中的不良的状况 他们用了很久的时间犯罪作恶 令神的荣耀受亏损 但是一旦遭受到神的撕裂或打伤 百姓却指望着从神快速的得以被医治和残果 苏醒和兴起 换句话说 百姓们不觉得犯了罪之后 要在神面前当父上郑重的悔改 并深深的懊悔的代价 因为在神而言 他所期盼的乃是神的民 郑重并彻底的悔改自己的恶行 并完全的归向他 正如在第二章第十四节和三章三节四节 神界先知所讲的信息中 提到了把以色列民领到旷野的经历 以及神要以色列民就像先知的妻子戈灭那样 要经过多日的独居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 就会像第五章第十五节所讲的 等到他们自觉有罪 然后就会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产生 要寻求主耶和华神的面的感动和意愿 而且这一意愿会越来越热切 越来越强烈 神既然已经提到 以色列需要痛悔自己所犯的罪 这个过程得是多日 大家用多日来参照 耶利米先知所讲神使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伦 以七十年为满这一重要信息 大家去参考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的第十节 所以相比起神借着先知所发的预言 这里所讲的过了两天就苏醒 第三天就兴起 显然不符合神惩治和管教自己子民的计划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说这话的百姓 或是民中的祭司在神面前并没有真心悔改的意思 他们只是相信 只要百姓来到神面前 口头上一认罪 神的愤怒向着他们就立即消失了 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存活 解经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 第三节的经文尽管美好 但实际上当时的祭司或百姓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言不由衷的 他们表面上响应神的话 表示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但说完这话 他们却不会复制于行动 当然百姓或祭司也向着神发出了赞美 他们称颂神说 他出现雀如成光 他必领导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经文中提到的成光 干雨和春雨 都是于第二节的经文所讲的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有关的 百姓若要活在神面前 他们就需要神的公义向成光发出 他们的地图也需要干雨和春雨的滋润 才会得到丰收的五谷 总之讲到这三节 就连我个人也不请愿去接受 以往解经的人的观点 但他们所讲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读到这里的一节到三节 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像是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约伯记当中 约伯的三个朋友与约伯对话 他们从信仰的观念上 认为约伯所受的痛苦 乃是因为他犯罪 这种认识和看法是错误的 但是他们分别所做的演讲 也就是他们向约伯所讲的话 从真理信息的角度 实际上并没有大的问题 我们依然接受的一些经文 都是神的话这一事实 那同样的这三节圣经 假如第二节 明显反映了神的子民 迫切的渴望 快点从神得苏醒并兴起 以及存活 但却不想付出 在神面前深切悔改的代价 我们还可以有点保留 但就这第一节和第三节 经文也有它的正面的意义 是激发人要归向耶和华 并相信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我们 打伤我们 也必残国我们 而且不管当日的以色列百姓 如何向神敷衍轻忽 不做深切的悔改 但像第三节所说的 的确是重要的 又是我们当在神面前回应的 那便是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那在和西亚当时的北国的会众或南国的会众 若是没能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我们就求神激励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像经文中所说的 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那这样就平衡了 这就像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曾经告诉过当时的门徒们 法利塞人的行为不要去效法 但是他们的教训却要遵守 主耶稣说话的原句是这样的 文士和法利塞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另外第二节也是 就是神话语的本身 当神向着我们有恩典 说不定我们也就真的会经历到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的 这一灵命经验 但这方面就属于人个人 从神的话语所领受的经验 大家就有自由和权利 自己去经历 那第四节 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明显的有针对性 所针对的就是前面一节到三节所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耶和华神向着以法连和犹大明显不悦 经文说 主说 以法连哪 我可向你怎样行呢 犹大 我可向你怎样做呢 因为你们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疏散的甘露 神如此讲话 显然是在质疑第一节中所说的 百姓们归向耶和华的真实的程度 伟大的神是无所不知的 他知道自己的百姓归向自己 只不过是为了逃避 那来自于神的严厉的刑罚和惩治 他们向着神的悔改的表示 也可以说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义 经文这里成为良善 就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同速散的甘露 惊风一吹 太阳一晒 云雾和甘露 就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到了七章一节那里讲到 百姓们就如同以往一样 继续犯罪仍然行恶 神界先知发话 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 虚假和轻浮的悔改 驳斥的体无完肤 难怪第二节 他们会向神急切地表示 最好过两天就苏醒 第三天就兴起 而且还可以一直在神面前重活 他们当然盼望神临到他们 如同晨光 又如同甘雨和滋润田地的春雨 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 快些能脱离场子 再回到以往那美好的 蒙福的光景 但是这群百姓 他们口里称 要认识耶和华 并竭力地追求认识他 他们其实根本无法认识耶和华 在那时 他们也不会竭力追求认识他 第五章的四节说得很清楚 他们所行的是 他们不能归向神 因为有银心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七章十节也说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虽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 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他 在此 我们相信 第四节的经文讲到 神指责以色列家 和尤大家的良善 短暂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和疏散的甘露 一定是有根有据 神的子民如此的不可靠 第五节神在接着说 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 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 这里所讲的砍伐和杀戮 都是指神借先知的口发话 来谴责当时神的百姓 所犯的猪般的恶行 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会像刀像斧像石头或锤子一样 临到他们 等到后来 神预告说 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 神的审判如光发出 意思是 神的子民们 所犯的所有的恶行 即邪淫的罪 在神的圣洁和公义面前 都无法隐藏 那接着第六节 是本章的要节 又是整本 和西阿书当中的要节 同时也是圣经中的一节金句 这节圣经非常的关键 神借着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他喜爱什么 不喜爱什么 或喜爱什么 胜于什么 经文非常的简短 神说 我喜爱良善 括号中的小字 或作怜悯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番祭 大家看到这一节 可以去参考 以赛亚书一章十二节十三节 还有弥加书六章六到八节 本节经文所讲的 良善和祭祀 认识神和番祭 都是神的子民 在心中所存的美好的光景 以及在行为上 对慈爱的神所做的回应 神先说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良善又可以被翻为是怜悯 这乃是那蒙了慎爱的人 生命当中所有的光景 人当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充满了诸多的污秽和可证的事 所以人的里头是没有良善的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 主耶稣讲过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苟和 偷盗 妄正 磅毒 主说 这都是污秽人的 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十八节 十九节 二十节 当人重生得救以后 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 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 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保罗也告诉我们 那有重生得救的生命 就有圣灵在里面的人 自然的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因此那旧约神的百姓若是亲近神归向神 他们就拥有着神所有的属性 神看人从生命中显出良善 也就是向着人的怜悯来 是胜过人多多的在他面前举行祭祀的活动的 而良善和怜悯在旧约神子民的行为当中 这集中表现在神的百姓如何对待 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的世上 若看例子 在路德记当中 伯利恒城的大财主波阿斯 以及城中的长老们和妇女们 恩待并善待 纳奥米和路德 这婆媳二人的表现 就是良善和怜悯的最好的例证 所以神深深的喜爱 路德记当中所记载的伯利恒城的人 这一节的后半节说 喜爱认识神 胜于番祭 神当然喜悦番祭 因为在五种祭中 番祭被认为是最美的 新香祭和甘心祭 他乃是表示 神的儿子舍命流血 成就了伟大的救恩 他是被献于神的最美的祭物 但相对于番祭 神更喜悦人 能够认识神 其实那有良善 怜悯生命的人 就是认识神的人 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 主的门徒老约翰说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第六节 经文用比较的方式告诉我们 神比较喜爱什么 不喜爱什么 他喜爱什么 胜于什么 在这里非常清楚 神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番祭 在弥加书六章六节到八节 经文讲的再清楚不过了 那里的经文说 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碎的牛犊为番祭吗 耶和华其喜悦 千千的公牛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 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 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呐 耶和华已指使你 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在这里 神清楚地告诉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 祭祀和番祭的礼仪 都是神所设立的 他乃是要表明着 伟大的救赎真理 但对于那已经蒙恩得救的神的子民们 若是要不断地将自己保守在 与神之间的恩约的关系中 那所要靠的就不是 仅仅借着祭礼和祭物 来维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神真正向人所要的 便是我们从他得了生命 这生命就自然会活出荣美的特质 以及与人有益处的 可以见证神荣美的好行为来 因此那只是向神献祭 守礼仪和表面上的规条 内心却没有诚实 良善怜悯 这样的人 神绝不接纳 在神的家 没有这等人的位置 大家也可以参考 《撒末尔纪上》15章22节23节 还有《马太福音》12章7节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7节到11节 这几节的经文比较简单 乃是神继续借着先知的口 来斥责以色列百姓被约 他们因着背叛神 就犯了诸般的惹神憎恶的恶行 难怪解经的人会认为 本章中所反映出来的神子民的生命和行为 明显的于本章前面1节到3节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心愿不相符合 真实的光景就像是7节到11节所讲的 难怪神给他们判定了又严厉又可怕的结局 第7节经文说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若按照圣经 经文讲到他们如亚当被约 可能是指着亚当吃了 神禁止他不可吃的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的事 亚当和夏娃的行为就是悖逆被约 但也有解经的人告诉我们 这里的亚当是指以色列境内的一座城 名叫亚当 这个城中可能发生了神子民被约的事件 关于亚当城 大家可以去参考约书雅记3章16节 所谓被约的事 可能是指着亚当城中的神的百姓 背叛神去拜偶下 所以神责备他们 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诡诈的含义是指着 百姓一方面口头上说要敬拜耶和华 同时又去敬拜偶像 这便是向神行事诡诈 大家看五章第七节 第八节讲到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被血沾染 激烈乃是位于约旦河东 从前一直是迦德之派在那里居住 激烈被叫做是作孽之人的城 城中沾满了被杀之人的血 那激烈的人因此被神谴责 解经家告诉我们 这里所讲的作孽 可能是于当年 士师耶佛他带领激烈人屠杀 以法联人的事情 以法联之派被杀的几乎灭族 大家可以看 士师纪第十二章一到六节 也有人主张 他可能是指比加叛乱 杀以色列王比加侠的事 大家可以参考 列王纪下十五章二十五节 后一件事是发生在 和西亚做以色列先知的时期 第九节告诉我们 强盗成群 怎样埋伏杀人 祭祀结党 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 行了邪恶 我们之前学过 事件城是整个以色列 约顿河西约顿河东的六座逃城之一 逃城本来是以色列人中因勿伤人命 而得以躲避追杀 被庇护的安全所在 但在这里讽刺的是 就在通往事件城的路上 那在城中原本该保护前往逃城的人的 祭祀们却与城外的强盗们结党 专门要打劫那些来逃城躲避的人 因此这该有多么的可怕 难怪在第四章中 神借着先知的口 大大斥责以色列家的祭祀们 他们实在是太邪恶了 关于八节九节 经文中讲到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 又讲到当时的北国强盗成群 在路上埋伏杀人 祭祀们也结党 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 行邪恶 大家可以去参考前面四章的二节 和五章的二节 那里神借着先知都斥责了 以色列家所犯的杀人流血的罪 十节十一节 可以被看为是本章的总结 神说在以色列家 我见了可证的事 在以法连那里有隐形 以色列被玷污 这是在说 北国以色列与偶像之间行邪淫 整个的北国 从人的生命到地土 都被罪恶玷污 那由大家呢 在这里经文虽然说的不多 可是在第五章 已经讲到了 他们所犯的几个方面的罪行 像说五章五节提到他们 与北国以色列一同因骄傲跌倒 五章十节 讲到南国犹大的首领 趁着北国被刑罚 就挪移地界 侵占自己兄弟之派的领地 五章的第十二节 讲到犹大家如朽烂之墓 比那如虫柱之物的 以法连好不到哪去 五章的十三节 讲到犹大有伤 他和那有病的以法连一样 也打发人往亚述国去寻得 那被叫做是伟大之王的亚述王的帮助 五章十四节 当神要向自己的子民发怒的时候 他向以法连如狮子 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 所以要给犹大家带来的撕裂 掠夺都与带给以色列家的一样 都是无人能够搭救的 所以第十一节的经文 神宣告说 犹大我使被鲁之名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 收场又可以被翻译为收割 乃是指着神的审判 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 有人跟我们解释 神透过第十一节的经文 实际上是在告诉南国犹大 不要因为神借先知大大斥责北国 而沾沾自喜 实际上那犯罪远离神的南国犹大 也同样会遭受到神的严厉的刑罚和审判 而经文中所说的 我使被鲁之名归回的时候 这里所讲的被鲁之名归回 就是七章一节所讲的 神要医治北国以色列的时候 所以北国要受神的审判 神也同样会将审判和刑罚 领导南国犹大 因为伟大以色列的神 乃是圣洁和公义的神 那今天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请注意在传统解经当中 关于本章一节到三节的解法 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 这放在最前面的三节圣经 反映了以色列家向着神敷衍的 既不深切也不真诚的姿态和表现 他们没有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 却是期盼在陪神场之以后 能快速的苏醒和兴起 并在神的面前存活 而在神看来 他们向神所表现出来的良善或义 就像早晨的云雾及速散的甘露那样不可靠 而神最喜爱在神的子民身上看到的 乃是良善 不单是祭祀 神喜爱自己的百姓真认识神 圣于他们在神面前献新香的番祭 所以请大家记得本章的六节 是今天经文的重点所在 而第二段的经文所讲的 全是以色列家所犯的罪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第九节 以色列家的祭祀们竟然在人通往逃城的路上 抢掠并杀人 那这样的一群人实在是不应该再侍奉神 经文列举了多方面 神的子民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让我们看见过去的以色列人的祭祀 及众人所行的该有何等的邪恶 在神的眼中 这一一都是必须要被审判和清算的可证的事 以色列要遭受到审判 南国犹大也逃避不了刑罚 因为以色列的神 是圣洁公义的神 那今天和西阿书第六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来让我们祷告 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读到和西阿书的第六章 你透过这张圣经 告诉我们 你特别喜爱 在德蒙尼拯救的人身上 看到良善和怜悯 而不仅仅是隆重的祭祀礼仪 你还喜爱 你的百姓认识你 也就是在生命当中拥有你的属性和性情 并能行走在你赐福的法则和道路上 你的儿女若在你面前显出了有良善怜悯的生命 即认识你的表现 这一切甚至强过或胜过 人在你面前 献上新香的美好的藩记 主求你让我的心明白 你这伟大的法则和真理 让我不但在心中牢记 也能在生活当中来践行你的话语 恳求你借着圣灵成为我的帮助 我如此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 乃是奉靠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爱我们